HELLO,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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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BOOS, 和我主持節目, 先報回恆史, 現在恆新指數在24536點, 跌470點, 成交有878億, 今天大跌市, 跟著美股跌, 都有比較大的成交, 其實你看到, 每次都跌了, 這個算不算一個短期的調整? 當然, 個人來看, 我當然希望它是一個短期的調整, 但是今天跌市, 最主要原因都是由昨晚的美股大陸來的, 其實港股真的很慘, 美股大升又不是跟著大升, 但是現在這樣的跌市, 港股就真的有敏感, 例如昨晚港股是科技股位, 就是跌市的主要原因, 今天港股, 你看回ATMS, 其實都是全部紅了, 今次用缺勢應該都不是太誇張了吧?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 首先之前, 其實升了這麼多, 回調幾百%而已, 今天不算, 我自己覺得不是, 港股不是跟得太深的了, 已經叫, 始終, 市場要搭水的, 跌得深一點點, 都馬上有些比較, 比較靚仔一點的回席, 回整, 回調啦, 那, 貨斯, 你看一隻小米啦, 那, 其實, 其實, 我覺得, 其實, 我覺得, 首先, 之前, 其實, 之前,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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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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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說了三輛, 但, 但, 你要知道, 他 真的是, 跑了上去之前, 看看這座位 會不會站穩, 但是, 我覺得小米, 如果你在小米, 你借勁做一個調整的, 的話, 其實, 這些位附近的, 其實可以, 其實 站穩都可以滅, 還會入, 了, 我覺得, 真是, 跌得幾深, 一 verdict , 一 knowledgeable也 beaucoup, did a dear. 即是狗狗八八, 又是一跌回二十天線 都是誇張的, 都是因為之前升得太急 不過我覺得現在自從京東、網易、阿里巴巴 美團進入後, 經過到現在的日子 我估計很多投資者都習慣了這種運行和操作的節奏 大家可能覺得今時今日跌過四五個百分比 其實都能承受到 我覺得我是繼續看好阿里巴巴的 本身自己也有買 而且對比另外一隻, 我們看看Galoo 100 我覺得它今天的匯調會更加明顯 因為其實如果說回規模 它始終是小過阿里巴巴很多 其實它這樣調整到這一位 其實我都看到其實它都是有 可能先看看下半周 但其實你見到ATMS這些批級 包括京東其實都見到有 就是有路逐了一些接盤的 可能都是一定的信心 大家覺得短期調整 因為我過了 可能我過了 今後就差不多了 下個禮拜 一切都會好一點 都是簡單的一句 不買這幾隻 還可以買什麼 買銀行 買什麼 即既然資金一直是有自己的選擇 有自己的喜好 抓住喜好去買 對, 只不過是一根都大為炒 對, 我也覺得 對, 我也覺得 對, 市場就不倒閉 倒閉就直接倒閉 但現在這樣看的話 其實我不是覺得太... 太...什麼的 深一點點 人覺得底的話 喂, 入貨咯 只需要跌定了 那些錢又回回 是啊 其實我本身都將我自己的 持有的股票慢慢慢慢 將一些舊經濟的東西減走 嗯 手頭上就只剩下一隻匯豐 嗯 但他真的很不爭氣 是 他可能拖下了整個股票的表現 是 你又看著其實小米 或者是美團這些 嗯 他們真的很活躍 我覺得個人看法 如果要... 即現在這個時勢 我真的開始 把心裡的那種看法調整 就是 基本上我可能看恒生科子 就算了 是是是 即恒之外不是說不看 但真的有一段時間都還未到 對 代表性越來越低 純粹拿去炒旗子 或者看下一個... 普遍市況 但是如果純粹看segment的話 那當然要看回科學版 因為完全沒有指標 其實都不用看 只要看那幾隻而已 對 只要看那四隻而已 對 你不用看其他 都不止四隻的 那麼小小的都有一些玩 都有一些 對 還有... 過去兩個星期 但是疫苗消息就偏遠都好 就說俄羅斯又有 美國又有 中國又差不多 世衛又說搞了一個項目 又說很多不同的國家 都加入了它那個疫苗計畫 是 但是... 好像昨天這樣 昨天才說美國 準備十月底 各個州份都有疫苗打了 是 但是今天他們那些人又跳出來 其實還沒有準備好 其實... 如果你每天看回疫情的數據 美國依然都是各方面的數據 排在... 首一二位 新增 每天的單日新增 其實... 不是最高 印度是第一 印度是它一倍 但是美國說的是四萬人 以美國得過一兩億的人口基數來說 其實真的很大 那你說疫情是否真的可以完全消退 但是... 單靠就算疫苗出來了之後 疫情是否可以緩和到呢 而令到舊經濟的東西 開始慢慢慢慢的 價值回來了 我覺得真的未必有可能 可能... 如果是這樣 就算我個人選擇 都依然會繼續看著一些新經濟股 是... 所以就是... 錢... 即是我們的想法 應該都反映大部分的投資者的想法 是... 大家沒理由... 扔錢入海 有得跟 起碼有得跟 你這樣試過... 基本面這麼差的時候 做有東西可以跟 好過... 連... 跟的方向都沒有 所以... 其實... 都是IT股 限先的 即是... 沒得搞 那... 我們看看這個股 那... 看看一隻... 941 那... 那... 少數啊 大隻一點的會升 941 那... 應該不是藍燈籠的 應該是... 純粹是... 一早已經沽完了 一早已經沽完了 那... 剩下那些不沽 放在這裏 沒有去炒 而且它又是... 舊經濟股之中... 我覺得是... 常算正常那隻 是... 收益又穩定 這些... 疫情不受影響 又又不知...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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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龍頭 是 turmoil 那... 可是有一隻... 那麼... 那... 那... 還有一隻的... 逆事星的就是... 王王啊 是... 151 那... 它今天過了4點... 就直接被人踢走 是啊... 但是... 如果aining... 即現在整排... 即是... 就是... 可能大家都... 龍虎山泉啊 嗯... 對... 還有... 八成中國啦 就是... 有些飲食相關的東西 其實是否令到大家都開始關注黃黃和康師傅呢 我想其實最主要是被剔走的消息 一早就消化了 都是這樣解釋的 因為要做治癒 要沽的都是一早清掉 慢慢走掉 都走到尾了 你知道那些 很多股票都是沽到底 反彈或者 起碼不跌下去 我先在這裏 高加一級人的相對狀 如果你說這個案子 2382都是差不多的 你見到其實 都是 他今天都是 一度落到113.1左右 但是你見到他 其實已經開始收集 這幾天都 你見到其實都沒有 沒有之前的 這麼厲害 沒有啊 你看回十天線 已經開始持平了 看圖 再跌下去 有沒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 但問題就是 你還可以跌多少聲 我比你去到110 好嗎 就回到之前的低位 但是 這些位置 其實已經很深 對於一隻這麼大的 這麼大的 當然 如果你說 很多外國的 電話牌子 突然說 不在中國 全傳出來 當然 可能 已經是毀滅性的消息 但是 但是 一眾 信譽工學也好 信譽工科技也好 其實 可以做的就是 會不會是轉型 或者有沒有其他 內地的電話商 合作 這些方向去想 會實際些 但是他們整體的轉型 或者因應 本身中美關係 會有什麼特別的策略去處理 其實這些真的要往後看 因為可能 你大選過去 有另外一個故事出現 當然不會太 偏離中美關係 現在 稍為敵對的關係 我想 持續都會長時間是這樣 但是 會不會真的 將所有產業鏈 搬離中國呢 因為這件事 牽涉到的 不只是 錢 或者 或者廠房建設 這些 錢就馬上有 廠房建設 起碼要年幾 兩年 三年 或者四年 才去到中國的規模 另外一件事 就是 你有沒有足夠的 好的 熟手技工 這些人才 或者其他背套 你說的是 中國要做世界工廠 都用了二十年時間 由農村社會 或者低效率的生產 去到今時的這樣的情況 二三十年時間 去展開 有沒有一個國家 又有這麼多的廉價工人 又是比較 即人的質素 不是太差的 這樣去做到整個這樣的環境 當然可以拆散 全世界 台灣一些 印度一些 越南一些 但是你那個 農村的成本 就會相對提高 當然 如果提高了 大家不介意提高 就全宇宙提高 所有東西都貶值 這樣 沒所謂 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全球化 依然都是一個趨勢 一定可以做 因為這是一個人性的問題 大家是追逐一個 最低的成本 最方便的物流 是 去生產一些最好的產品 賣給 最有能力去消費的國家 嗯 你說現在 日本 歐美各國 希望一些廠 在中國 來設立 嗯 你說補貼多少 其實廠商 都不是說 我收了你一會 是 那接下來怎樣 你回到一個地方 一個發達的地區 人工高 環保的要求高 老實說 工作時間 又跟你介入盡 是 那大家都是比較平衡 過日子 嗯 那你捱得 我想 假設讓你做到一到兩年 但是之後 假設中美關係 我突然就friend了 是 大家又做生意又怎樣 那難道我搬回來嗎 是 那他繼續留在那裏 捱回高的成本呢 嗯 是啊 那 還有 其實大陸 先不要說體制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 他 過去二十多年 他不斷摸索 嗯 即使是商業方面 吸引外資方面 嗯 他們有很多法規 是盡量以高效率去配合的 嗯 那 這是會吸引的地方 那你 如果你 尤其是公司特別大一點的時候 你說實力不是這麼簡單 嗯 是啊 非常難做 因為 都要想的了 其實 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要買的股票 會不會盡量可以的話 要不你不要夾在中間 嗯 牽涉 trading 好像瑞星這些 他面對的不是他本身的產能問題 而且 像是政治風險 你也不可以 控制到 因為控制 其實100% 在美國手 嗯 當你在美國手 你就 就在一個 非常之 不確定的情況下 嗯 而你要知道,你只是永遠得售,你不能互相反 那你又要選擇,如何偏離這個市場,還是你全都售 水晶科技這些,老實說手機設備股就糟糕了 那你一是就那些廠就搬走,不要在中國生產 中線、短線來說,但以這些規模理很難 好像富士康那樣,他要搬離,他都要先在其他地方做夠產量 做夠的生產設備,才可以慢慢轉單過去 因為他們都說幾年時間,即是建工廠都年紀兩年 還要請人訓練,接著移一些人過去,其實不是一個很短時間 可以做到的事情 你看看以前富士康那麽多人,員工自殺就知道 其實他們那種工作環境,產量、質量、QC要求很高 是一個很高壓的環境,好像最近聽說他不知道在哪裏設廠 就是一個宿舍,好像做得比較沒有人性一點 都被人射到飛氣,老實說,台灣也好,大陸也好 富士康,無論是台灣還是大陸好 他都相信管理和生產文化都是偏向東亞文識識的 即是要廣告很高效率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百分百次來 但我猜就算他現在離開,我相信他也是因為大陸的人工 一點都不是 絕對是,相對的 即是好像你說的,其實你試試在印度開一間廠 又這樣不行,那樣不行,然後宿舍又叉到爆 喂,他都走過來打你啊,大哥 我有些朋友去印度工作,他說他的同事 10點、9點回來,沖第一杯奶茶 1個小時一杯 然後吃午餐12點,過程中喝多一杯 回來休息一下,再沖多一杯奶茶 3、4點沖多一杯,然後差不多要收工 印度是這樣的,印度很喜歡吃奶茶 奶茶是水來的 是啊,那你沒辦法,這些就是文化 我經常說,你在這樣的環境下 老實說,你經常說,印度 Tag是厲害的,但其他工業那些 怎麼跟中國比呢,講了很多年 印度是追了十幾二十年 都越來越,距離越來越大 比中國 是有很多問題就是,喂,文化問題 如果你說,東南亞都可能 你說,越南都有可能追一追 但只不過需要的人口不夠多 你不能做到一定規模 分散下去,更加不要提老窩啊 那些國家,根本已經是富榮國公製 那些是不用提的 那些是 你說到泰國,泰國自己本土 都有很多不同的大的企業 都做得很成功 那,要不跟你做這些事情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家要想 就是,喂,走,走是難的 走是難的 因為你選不到,歐美就已經不用想 非洲又是不用想 非洲不會了 非洲不會的 節制、戰亂啊 這些已經令到你 你們只是印度或者東南亞 可以做選擇 那你選擇了 那你怎樣選擇呢 即是,那個確定 中國人工高 是沒有辦法的 即是,其實一步步走上來 你不去到那個位 但是,大問題 你要知道 就算你做Apple手機出來 中間的Profit 都做了一半以上 買一部 那你高一點點的 其實也不是高那麼多 當然啦,做廠 永遠都是每一個%每一個%這樣算的 辛苦錢來的 但是,如果你是說 真的要完全撤離 好像你說的 喂,一體化是 是沒得切割的 你可以切割不了的 這次中美關係 那個貿易戰 其實已經想切割的 100%切割 喂,大哥 你,特朗普啊 宣傳選舉那支旗 都是中國做的 是啊 為什麼我個人 其實Donald Trump 我不知道 他現在有勢頭 有機會再贏回 是 即是可能贏到大選 但是Donald Trump 一直以來 我覺得他的政策理念 最大的矛盾 我個人看法 你美國 就算在他上台之前 基本上是一個已經空心化的國家 即是大家可以這樣理解 其實可能 全球的國家 是在服務美國的地方 是 那些錢最終流向 都是美國的 可能你也有聽過 一些所謂的 美國可能幾個週期 五、六、十年 就放些水出來 嗯 差不多自己的經濟差不多 就收回一些水 嗯 引致了幾次的風暴 是 因為他國家本身 就已經沒有就是 實業的比例很低 所以這就是叫做空心化 是 那他現在這幾年 其實跟大陸 跟他互相去 輔助那個 大家的那個定位 是有關的嘛 你想做事 你生產 是是 我消費得是 我可以操縱到銀子 是 我 總之你要我給錢 你就做了 是 那你現在叫做一些創作 我給你幾個億 你回去 那回去 本身我人 就不是大陸的那批人 講的東西都不同 想的東西都不同 要求的錢都不同 嗯 那你又怎麼可以理解 即是 跟別人說 是呀 我會跟大陸說 首先這一定是謊 嗯 那 那他也是想著 我覺得他也是靠這次 可以 過了先 到時候可能會調整 嗯 那 但至少你說 完全跟大陸切割 這件事沒有可能 沒有 完全沒有可能 但問題就是他現在 我想其實他本身 不是切割 他是 要吃了你的部分 是 即是他怎樣切割 他都知道 喂 我就要奴隸 其實現在是 是被他殖民 嗯 一直都是 其實美國殖民了中國 用錢 用單 用生意去殖民 他 那我好像英國那樣 喂 英國人不會很有錢 但在香港 香港人可以很有錢 嗯 為什麼呢 喂 喂 喂 我就是養大了香港 跟著你便做一個中國的口岸 嗯 那 就好像前 鴉片之爭那樣 定一些Port 喂 上海 或者廣州的港 香港這些Port 天津 不就很繁榮 是 因為不斷交易在那裏發生 是 香港就是這樣 但問題就是 如果用這個 美元去奴役其他地方 出來的效果 喂 那你是要奴役 那你就要用燃料 即是用錢 美金去轉化這個機器 是的 就像你所說 喂 大家的姿勢是這樣 只不過中國是 有足夠的人口 有足夠的廠房 有足夠的生產力 對接到你美國 或者歐洲 是的 的需求 而其實 說真的 美國玩什麼 就是販賓 是啊 其實中國現在那套 是美國的同事 它是本業 是啊 大家回來 大家一起做 手作品 是啊 我覺得 不可能的 就不要啦 就是你拿起來 最多廠房都是你拿起來 大佬 你想做到這樣 現在就是 喂 你現在其實就是阿里巴巴700 小米這些玩資本市場 夠大 你講一隻 9988 六萬億 下面幾百間 每間都是Tech 這些是美國在玩的東西 是啊 喂 你控制到Tech Tech那身是賺錢 但是問題就是 你考慮到這麼先進的技術 嗯 最主要就是販賓那裏 那裏 變成100倍 200倍PE 再吸乾些水 再用這東西向下深 是啊 現在問題就是 你走去美國那裏玩這裏 滲些水去哪裏 回大樓 嗯 那這邊就是一個 硬掘在那裏 是啊 那他做什麼 他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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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一開始高級少少的資本市場 想法 其實玩就玩到 美國那套吸水 然後呢 就轉化做 他們的錢 變成 美國人有錢之後 很多程度就是 不斷地吸 不斷地吸 做很多億萬富翁 全部就是 市場市場市場 那他有夠深 那些錢又去投資 嗯 那便 堆高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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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沒有 那些錢都留在美國那裏 但是現在 當你這個玩法一轉變 連中國都可以玩 玩得多 玩得大 但是你沒有可能改變他 因為 喂 他是有盤數 有這樣那樣 真是 真是做到這件事 的時候 但是他就難你 每個國家都可以 就是中國不行 嗯 那你死定了 對 我猜他又未至於 可能要砌到他死定位置 那就是要告訴大家 大家的本位在哪裏 你不可以太盡了 所以就是 砌不死你 你就 我買了你的便宜 對 我不用砌死你 如果還有 喂 明天說句 喂 9988 退市 或者所有業務 麻煩停一下 如果不是制裁你 全宇宙不能跟9988 做生意 是什麼概念呢 淘寶就只有中國做 而牽涉到這個淘寶的資金往來 亦都不會避免到一些國有銀行 或者公行 農行 那些 那你 支付寶是唯一一個 討論平台 那就糟了 沒有公司 沒有銀行 會 除非他 除非他不要國際業務 但是銀行 是很重要 對其他國有的企業 去做M&A 所有東西都在那裏 那你便玩完 他講一句 搞定的了 基本上 他講一句 沒有的了 那你可以怎樣 我覺得這次 如果沒有疫情發生 特朗普的計劃 應該是可以去得很好的 是 計劃得很漂亮 是啊 但是 可能他們都明白到 繼續下去 特朗普威脅會打 但是現在沒有解 疫情出現了 那他便變成 他的大選 變成一個 隨時可以下來的 一個時間位 所以他都 將事情加速了 他沒有 他 有個疫情 就是要殺了你 本來是 本來是令到你韓服 而現在是要殺了你 因為為什麼 我整個禍 你要我背 我先扔給你 這件事是死人的 死人就是你死了 那 肯定是 我覺得他是狠下心的 因為 說真的 殺死了你之後 有什麼利益 殺死了你 你就我 和我韓服你 你再是你 你再去拖 那殺死了你 現在就傳 整天都說 以前 之前 中美貿易就莫須有 現在是出事有名 那我還不打力一點嗎 我鞭多兩下 我猜大陸現在都頂硬上了 很多事情都不理你 沒有的 他就知道你要對我 我就跟你客氣 大家一到來一到去 不過問題始終都是 內地 可以出的招呼其實不多 因為始終出口角 你某些戰 大家都知道 打到後來 美國哪裏會輸的 你今天要去 說完了 現在就是無賴 你是不是也要制裁一下 一制裁 你就會害怕 我制裁你一間 你看看那間會怎樣 可能過不到一個月的反途 已經 這招就是美國最常用的 真的開球搞你 就首先 慢慢斷你錢 斷到差不多了 看你自己裡面的人 反不反 不反的話 就再搞多 然後到後來 可能就打仗 射幾顆 告訴你 不能打 就玩一玩 玩下去就 不是你的 不能選 是你也不能選 這些情況 其實接下來 做了八個星期 就大選了 十五三個 應該會很形象化 很具體化 因為之前 以前的選舉 其實都 過去幾屆 中國都是美國選舉的議題 一直都是 過去兩三屆 你說奧巴馬也好 上一屆 中國對希拉里也好 其實 中國的議題 一直都會被人擺在桌上 說 中國比美國有錢 或者美國的債務問題 怎麼解決 但是如果你看回 川普競選的成果 到今天 好像你說的 其實他的選舉出來的味道 好像濃了很多 濃了 是的 這件事 其實大家 都要想一下 高盛都有說 大家準備好 如果 川普真的選 到 會有什麼 情況出來 我覺得 川普是一個鬥事 可能 美國信任 社會的人都覺得 這個時候 有點複雜 會寧願選 強勢一點 強勢一點的 好過選一個 可能隨時都做不長 四年 四五年 可能一年月做不到 是的 到不如 趁這個時候 就算他對不倒中國也好 都要大幅度 壓縮 因為某程度 其實美國人都意識到 即是他 這四年 其實令到 美國騎虎難行 嗯 那麼 去到這個位 那你如果 重新整個方向 轉向另外一邊 或者大幅 因為他已經走到很極端 嗯 他的極端是 說真的 民不民友 其實 跟他 說真的 你是不是都是我民友 我搞你 你都是我民友 即是我蓋你兩巴 蓋日本兩巴 喂 日本都要聽 即是你蓋我小過加拿大 澳洲蓋完之後 都要聽回來 這些不是民不民友 千萬不要用民友去應付 美國的隨從 是 他們隨從你 他們跟回來 我都贈成這個 你這麼說 其實那些全部都是富庸 富庸國 是的 你怎麼蓋他都可以 沒問題 但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要清楚就是 從來中國 民友不多 嗯 你說到用錢 美國不是用錢去籠落 他的民友 從來不是野 嗯 他是用他的拳頭 喂 有誰不害怕 日本被打到 炸了兩個洞 在地球表面 哈哈 那麼你 這樣的情況 中國永遠要搞清楚 就是 大家的關係 中國很難在現在這個 position 走過去用錢 或者用 trade 去令到人家 告訴你 他總覺得他們是一個聯盟 嗯 這是一個很大的 誤判 或者錯誤的解讀 從來 美國跟其他人 沒有 民友的關係 嗯 是 富庸的關係 嗯 如果你是這樣看的話 你就明白為什麼 喂 日本 說真的 跟中國關係再好 其實日本是第一個 最先的那批 去投資中國的國家 嗯 他們是很多錢在中國 是值得很久 很深 那麼 但是他都不會 跟你中國說 說什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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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在中國做同一件事 那你為什麼呢? 因為他就是要中國死 這個可能是一群人的後果去追人 但這個結果其實是誰說的 老實說,全民宇宙都知道是美國 那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反而就要想 如果這個總統選舉這樣展開下去 大家都說拜登會贏 但是聞一下聞一下的尾 開始越來越近 你又聞到是 又不敢說100% 我猜其實現在可能甚至未來 好像昨天我跟你說 其實未來的股市都會兩極化 你自己中國自己玩 那些錢你又選擇去哪裏 是 是 絕對是這樣 為什麼呢? 說真的 2015 2025 這些什麼計劃 其實不是一個最威脅 美國的一件事 就是從來 你中國的負責再厲害 說真的 你Animal會是怎樣的 產品貨 就是華為買手機 那個雲計算手機 這樣那樣 說真的 他不會擔心你搶蘋果的 美國政府不是擔心你搶蘋果 買的電話的market share 從來 從來他不會擔心你 你一年賺2000億 下年賺了少50億 那 那就賺少50億 你不是輸 輸 輸就輸 即是美國政府 會是國家的 position 大過任何東西 這是不中置疑的 你華為 喂 有什麼影響呢? 你拿到多少 profit margin 多少market share 你就拿 有什麼影響 你做到你做 它不是care 你tag 始終都是 end up最主要 就是會不會影響到 美元的position 美國政府只是 擔心的人 你如果拿到美元的position 就很糟糕 你可以這樣看 影響到它 就是要影響到美元 是啊 整個國家都扣美麵 賺食 是啊 即是美國早就已經 玩完了 是啊 整個地方都沒有 好 那我們回到股市這裡 昨天呢 其實 講述我們剛才的話題 那大陸呢 現在晶片這裡 被人拿著春袋 嗯 那他這次呢 又來一次 這些宣告了 那他在彭博就說 內地消息人士說 那大陸呢 十月會提出 一個十四五的規劃裡面 就會 大力去發展第三代半導體產業 是 那他態度很認真的 就好像當年呢 他做原子彈一樣 那樣的 去做這件事 那都是因為他見到 因為美國大舉全方位 方殺 那那昨晚美國的晶片呢 那些晶片廠啊 全部都跌的 嗯 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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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特爾 全部都是3 4 5 6% 那大陸 那這邊 大家想今天 看中芯 好些 那中芯他剛好 他的一個 國資股東 即國家集成電路的基金 旗下的一個 一個 什麼 新資本呢 那他就 都配股了 那消息其實都令到 其實941呢 其實都 都 941 941 今天都落花去 是的 是 是 這次你講 我們傾過的看法 覺得這些 好像所說 40元 那時候已經 走了 不再存在 這個時候已經 不是那時候的 中心了 是 是 其實不用看 看少了一隻 因為始終手法卑劣 九八天為了大陸上市,做好一輛 你做得很明顯 你做得太明顯了 說真的,好像行詞一樣 你要做得很長遠,玩一點 使用一點點,托少少,慢慢下去 圖你也不要告訴別人做事 但你明白有些人是貪心的 很多古民,特別是內地的一批 他們很喜歡炒那種消息 即是中心,行駛汽車 他們都覺得,哇,有很多前景 將來怎樣怎樣怎樣 但你再看圖片,那種前景就在 前景來到這裡 再看家鄉來到這裡 無止境啊,這些股票 為什麼呢? 在香港的姿勢,對他們來說 只是雜資而已 他們不會關心 這些生意,怎樣關心 我現在賺10億美金一年 七十多倍PE 對他們來說,我可以做些什麼 在他們的業績上面看 不會有一個很明顯的 在香港就有一個中心 但在大陸其實有無限 都很多芯片廠 或者芯片製造公司 如果我是內地 就是永遠在政府的角度想 為什麼我不支持最近那家 華為去做這些事情 電商設備最厲害那家 就是華為了 不如我連芯片 既然他要用了 用得最多就是那些 不過我等他做完 兩樣東西的PEAR 芯片和它的產品的結合設計 會更加好 那你就可以直接有一套的標準 有一套中國的標準出現 那你就會又省成本 就是所有東西又有協同效益 那我為什麼要拆開 而你做的事情 其實是 是給這個世界的標準 為什麼不用中國標準 改變這個世界的標準 那只需要 華為做到又便宜又正 又漂亮 而整件事是很perfect的 那這件事已經夠達到 這個世界的標準 你這樣說就好 之前你這樣說 我想起小米 小米之前他都宣佈自己的芯片 已經拜拜了 好像搞了幾年不可以 但是 又開過 我反而覺得小米 我寧願要買中芯的 雖然不同東西來的 那當然要考慮小米 小米不同 至少他做過 失敗過 那你不預期這麼厲害的東西 那些公司一刻都可以達到 華為開了波 在台灣台積電 請了百多二百個專才 三倍工資 人家是有準備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內地 內地是一個高控制的政治體系 即是你比其他國家 沒有可能在幾十年 可以發展到這樣的規模 即是老實說 這件事就是 因為一個人或是 或者一個團體或是 不需要經過很多重的議會 喂 只是香港拉布都拉了十年 有什麼做過 這件事難做 這件事就是 就是在這些追趕生產 追趕target 上面可以 那 喂 那你就要知道 現在既然有一個計劃 這個十四五的規模 不會告訴你 喂 中芯就會有單 或者拿到這個 這件事 更加不會是這些公司 容易接觸到 即是不是說中芯 沒有可能 但是 給我的話 給中國 如果這麼重視 即是像以前原子彈 我不會說 三十間公司 每人一起做一個原子彈 你們三十間 哪間做到呢 就贏了 應該是民主國家的做法 對 現在就是 我選最有機會做到那間 只是他做一種出來 其他都不是太需要做 你做回現在的工作就可以了 嗯 那間 就一定超前很多了 做到出來 他可以判給大家一起生產 嗯 但是他是舉個之力 做一種晶片 一隻就成功了 就可以了 給你都會這樣 因為最省成本 你現在是捱打 你會不會分散資源 幾十間去做 我只是一間 整個國家之力 就是一間店 你就可以了 是 那機會 大很多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他這樣計劃的話 你既然又要趕時間 因為你已經落後幾年 嗯 那麼 那你做了什麼可以做 就是 找英華為出來 請了別人 最厲害的人過來 再花一兩年時間 連光刻機也做了 那時候 是啊 我有一些朋友 其實他們是台灣人 所以坊間就說 華為出賣什麼招數 我又覺得 你這樣罵人 人家三本薪金請贈 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是 你有需要 你不能怪得 其實台灣對比那邊 當地的做這個行業的薪金 是低的 嗯 所以為什麼當初 最早吸納台灣半導體產業的人才 離開台灣 不是大陸 是南韓 是 所以會變成三星 所以為什麼南韓一這麼厲害呢 就是因為 他們早期的時候 其實跟台灣各方面 那種人才來往很大 嗯 那南韓現在不需要 其實不需要扣台灣那邊 是 那 如果你看回台灣 就是台灣人的三星 他們都不太足 他們都覺得是 就完鬆的 對 對 你聘請好一些人之後 現在一腳踏開 那個商業的概念就是這樣 那 內地也是 之前聘請了很多香港人 回去做管理 做了幾年之後 就算是全力 所以 所以 有讀者也會說 Exact 雲計算手機 不用芯片 但問題是 當然芯片有他的 必須的 必須的 對 我不用芯片 始終是要芯片 我手機不用 我輸飛彈也要 對 你運用計算 那些 運用 比特幣 類似的運用 對 那你也要抗機 也要的 抗機也要芯片 芯片 芯片也要的 芯片也要的 散熱各方面 都需要 晶片這些存在 對 但是 多一個TED 其實 狂就通 或者遇到困難 就會想 都沒有辦法 所以 你說 雲計算一部分 其實 保持著 在搞 那 譬如 他的虛擬網絡 這些其實都是一個 雲計算的一部分 那麼 華為是一直在做的 他的手機其實已經有 那麼 看看他如何再應用 但是 在現在 我們剛剛講 今天講了很多政治 多了少少的議題 但是 都要看 因為 始終 你講的 都不要講六七年了 其實有十年差距 在芯片上面 你要追 的話 其實不抄 你就追不到 那你請了幾百個人 為甚麼都可以抄 就是你的TED 你的技術 他在做 你請他就是做一些三納位 或者 甚至 頭飾電量 兩納米 的晶片 你都計算 一步就去到那裡 那 看看會不會做到 我覺得 我是正面這樣看的 我又不是正面的 很客觀地 你當年 弄完子彈 那麼窮的時候 他也是 都弄了 他也是 硬要把很多人 從美國拿回來 接回來 你又去到一個 被人捏住頸的位置 那你都要做的 我覺得 以大陸的這種效率 或者那種 目的道向 那種執行力 其實 OK 不過至少 不是現在的中心 嗯 但是可以看回 那時候原子彈 它是沒有原子彈 沒有概念 連圖都沒有 是 但是你中心 或者華為 其實已經有 知道怎麼做 對 一定會快很多 只不過是 光刻機那邊怎麼處理 它可以等的 一部航母 它當年 在 娃娃娃 拖回來 十幾年 對 十幾年 那它都要拿到 都要想方法 透過香港上市公司 再轉個名 再拿筆錢 今天賣完之後 再運過來 解決七千個問題 才行 所以大家不要低估 我覺得這方面的趨勢 明確是好事 不過就是 說回這股 中心國際 大家就比較 看多些 看得好 中心始終 怎麼炒呢 你覺得 有沒有機會 都沒有意思 沒有必要 不是 因為 不要那麼窄 香港只有中心 大陸不是只有中心 就是我這樣看 但是如果你看它的手法 看它有 這個位置 批的手貨 它批來 這個國家的分離 它批來 會不會就是 拿這筆錢 去另外一間 去做 因為知道這間 其實做來做去七難民 都不是做的 擺起擺起 要求了 中心做新片 講了多少年 它上市後 幾多年開始上 老實講 這些 就是 這裡看了一五年而已 零幾年 我也不太記得 很久之前上了 那時候 中頭三寶 三八零零 中心 還有玉光 玉光都摧完 接了 現在要上多次了 上了很久 你說搞新片 搞了很久 搞到今天都做 那些事情 喂 信心都是有 就是 我保持著放在這裡 還是換馬呢 是的 所以 大家想想 中心 可以投資下去 是的 我反而看法 你倒不如 你也是想買 晶片股的 是的 那你不如想想 美國費 對 或是台式電 你搏一搏 第一 大家關係好了 開通回給你 供貨回給華為 就一堆 高通 媽定 是的 何必要坐在中心 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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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一層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先補回恆生指數 最近24551點 跌4556點 成交是983億 江西銅 沒有貨 9元 那裏 有支持 純粹看圖 這裏 10天 50天 20天 都慢慢向下走 純粹看這幾條線 我都覺得 有可能會穿一穿 當然今天最低價去到 就是 9元兩先 是 彈回一點點 但是 不是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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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樣的跌市 跌完之後 那些錢更加會 捏回 我們剛剛說 捏回到IT股 可能更加窄 是的 如果這陣子越來越低的話 其實你都不要太看下去了 因為 你不知道走勢 這陣子的波動會高一點 可能會對穿 50天線 可能要看低一點 然後 可能 你看到 看著50天線 之後 10天 20天 背遲一下 就 就 你了 小心一點 沒有貨 你有其他股看開的 我覺得 都會比這隻好一點 Andy 或者 嘗試順序 去炒 這個時候大家都不炒市 是炒股的 大家喜歡強勢 多於下口股 不要碰住 下口股做了一些原因 大家都這麼說 不如 順便行 可能 有些意外收穫 對 那今天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聊 拜拜 拜拜 拜拜